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咖啡以及早餐都很不错 今天我想带大家来对比一下普通的酒店和五星级的酒店 他们的入住以及早餐里边的咖啡有什么样的区别 我在曼谷市中心同一个区域里边就找了两家酒店 一家叫文华中心点酒店 我当时定的是252块钱 一个晚上含早餐 选这家酒店是因为它离朱拉龙公大学非常非常近 去逛一逛校园也挺方便的 另外一家是W酒店 我当时定的价格是937块钱一晚上含早餐 选W酒店是因为W酒店的楼下就有几家我非常喜欢的咖啡馆 这个叫Mandarin Hotel 酒店这是门口 阿斯安是很像的 休息区上网的区域 泳池整个地方逛了一圈 虽然说它这个酒店就是很便宜 但是我觉得它该有的东西都有就是很齐全 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它是比较高的 这房间是挺简单 然后挺宽敞的这样的一个房间 因为这个酒店它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老的酒店了 mini bar 素红咖啡还有茶包应该是 它这个素红咖啡是还是泰国本地的非常出名的一个咖啡品 高虫吧 刚才做的时候加了一丢丢的糖 我靠 整然不错的这个味道 有一丢丢的酸酸的味道 很低很低的酸味 刚刚三口就结束了 进入的这个早餐的这个里边 这个入口处就是 它用的是一台 优瑞的全色的味道 咖啡豆烘焙的 是有点深的 有一丢丢的冒油出来了 你看只有这三种 Espresso Cappuccino 还有咖啡 这咖啡就是americana了 优瑞的这个剂其实还是蛮好用的 就是这边可以打奶泡 点一个黑糖醋咖啡了 OK Enjoy啊 Enjoy 再加一点凉的水了 然后这边是吃的 这都是什么呀 看一下 米饭 还有这个鸡肉 我这看着非常有食欲 来一点 鱼饼 它这个酒店虽然说没有清极 它的这个早餐还是比较丰富的 你看水果 每一种就拿一点点点 就是每个都尝一下 是吧 然后很多酒店里面 他们做的这个蛋 叫Scramble egg 很鲜很嫩的那种感觉 木头的那种感觉的那种味道 不过喝起来就还是OK的 它这个如果做成冰的话 可能会更好 但是我没有找到冰 酒店里面的这个早餐的那种咖啡 我一杯不够 我都是基本上喝两杯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饿了 还是怎么 我觉得真的好好吃 你看 吃的这个干干净净的 一点都不剩 你看见没 它的咖啡豆 它是烘的深 但是它没有烘焦 所以说喝起来的话 它没有焦味 但是呢会有一点点这种木头的味道 你试想一下 如果要是酒店里面 它用那种精品咖啡豆 烘焙的浅浅的 什么SOE 放在这个全自动咖啡机里面 我去那吹出来 又酸又淡 那客人喝了之后 直抱怨 是不是 总体来说呢 这家文华中心点酒店 它真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高 首先路段就在曼谷 非常市中心的区域 酒店里面的设施 像按摩泳池 健身房 餐厅 非常非常齐全 除了房间里面看起来就简单一点 其余的地方真的没有啥毛病 房间里面的mini bar呢 用的是泰国本地的送用咖啡 高虫 价格虽然便宜 咖啡呢是全自动咖啡机需要自住去做的 总之呢这个酒店的定位以及我的一个体验 和我花出去的一个价钱 我觉得 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酒店大厨房就变成了海坏了 晚上就这么嗨 挺多在这边露天的 进门这边是洗漱的地方 卫生间 这边是工作台 这个地方 你看他们现在酒店里面都会有 这个消毒的东西 这是整个酒店里面的一些 介绍 我特别喜欢这个景 你看他这个酒店里面呢 直接看到这个BTS 哇 这怎么漂亮 然后这边你看 这么多的酒 还有这个雪客壶 然后这边这是一个 哇法压壶啊这是 好家伙 你一个堂堂的五星级酒店 你给大伙喝速溶咖啡 你连个敲堂机都没有 这里边的软饮 有什么我看一下 哇 就是很简单的 红牛 然后可乐七喜这些东西 这个是什么 吓我一跳 苹果汁 哇 橙汁 苏打 这是 我看到这些果汁软饮料了之后 我再看了看这边的雪客壶 我突然 萌生了一个想法 不好意思小伙伴们 我误解了 这是研磨成的粉 这个要怎么喝呢 我终于知道它这个法压壶的作用了 好平啊好平啊好平啊 苹果汁加苏打加上罐咖啡雪克 这个叫一个清爽啊 我觉得这个自己DIY的还是OK的 是吧 教我们这杯咖啡打几分 打个分数 好不好 以前做咖啡师的时候养成的习惯 用完了这个器具立马给它洗了清掉 这首饭 咖啡 咖啡 茶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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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类的面包 沙拉的区域 桑鱼 和果汁 大家用非常赞 是不是 出品的就跟咖啡店里面差不多的 我试一下 我觉得一下子就行了 我觉得在吃饭之前必须要先来一尾 有虾饺 然后这个是胡萝卜的蛋糕 培根鸡肉 早餐的人多一些 之前我住的那些酒店 就几乎没什么人去吃早餐一下吧 我刚才没有看见 它这个美式配了一点点 这是糖吧应该是 我尝一下 还真的是糖 我试一下它这个面吧 但是它这边好像没筷子 我可能刚才放了有点酒了 泡得有点软了 大概15分钟 对 大概15分钟 对 谢谢 比如我在外边很多这种商业的连锁店里面 喝到的这个汤要好喝一些 有一丢丢的那种炭烧的木头的味道 但是不是特别明显 都说我能喝两杯 如果要是真的很焦 我就能喝不下去了 W酒店它的价格在曼谷来说 它已经是属于一个非常便宜的五星级酒店了 它的位置就在曼谷非常黄金的路段 而且它的旁边就是曼谷的黄泉像素大厦 但是我印象中大部分的五星级酒店或者是四星级酒店 他们房间都会提供胶囊咖啡 就是房间里边都会有一个胶囊咖啡机的 但是W酒店里边它提供的是法压壶的咖啡 好在他们mini bar里边有一些酒水 自己还能DIY一下 那我觉得对于我一个可以动手制作的咖啡室来说 也算是一个怎么说呢 比较不错的体验吧 早餐的种类呢可选性在五星级酒店里边来说 其实不是非常丰富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但是早餐里边的咖啡我还是非常满意的 它甚至能够达到外边咖啡店里边出品的level 不到1000块钱的这个价格 在五星级的这个酒店里边也算是比较高的性价比了吧 那最后我想说因为疫情这几年大家可能很长时间没有去旅行过了 甚至连自己的城市可能都很少出去了 你们还记得自己最后一次旅行是什么时候 在哪里吗 如果下一次旅行你们希望在哪里 那希望你们呢弹幕以及留言分享出来 Coffee i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 Coffee is not serious but life 下一次 修理这金型双台